天保十四年,公元七百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那是一个让唐玄宗终身难忘的日子。 那天,他原本与往常一样,在陕西临桐离山西北路的华清池,与爱妃杨玉桓一起惬意地沐浴着温泉。 每年十月,他都要携杨贵妃到此过冬。 忽然有人骑快马来报,安禄山反了。 唐玄宗有些错愕,他并没有立马相信。 接下来,平原郡太守颜真卿带来的消息,让他不得不相信,安禄山却是反了。 河东、亭卢、范阳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诛杀宰相杨国中的名义,联合部将史思明起兵反唐,史称安史之乱。 安禄山在唐玄宗的忠臣排行榜上排名数一数二,尽管安禄山已谋逆十余年,尽管早有臣子明里案里提醒过的安禄山的野心。 但他均未放在心上。 此刻,唐玄宗只能为他的盲目信任买单。 不仅如此,整个唐朝都在为安史之乱买单。 而且,当时的人们无法预料的是,这场动乱的余波在历史上的影响将远超一个朝代。 政治爆发户 他均未然吝啬,善于攻心。 安禄山与第一份军事工作的老板,时任幽州节度士张首归首次相遇,竟是因为偷盗被抓。 张首归当时要杀了他,他几乎将军不是想灭西和契丹吗? 为什么要杀壮士呢? 这次面试很成功,被一语戳中的张首归留下并重用了安禄山。 安禄山随后跟随张首归,在讨伐西人与契丹的战斗中,也为军功逐渐升迁,并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 而懂人心,闪钻营的安禄山进一步靠演技,将唐玄宗深度套牢。 为了讨好唐玄宗,他强烈要求做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养子,每次见唐玄宗,总是先拜贵妃,然后拜唐玄宗,并巧遍说,胡人的习俗是先母后妇,唐玄宗被逗得很开心。 不得不说,他对唐玄宗与贵妃的忘年恋拿捏得很精准。 他擅长将肉麻的拍马屁行为,转变成忠诚的假象。 安禄山体胖,肚子大,有一次唐玄宗问他腹中装了些啥,他答道,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一颗对皇上的赤诚忠心。 当然,这种土味情话,也得唐玄宗受用才行。 外国人安禄山在唐朝一路开挂,混得风生水起,还搞起了兼职,兼任河东,平庐,泛阳三个地区的节度使, 作为这三地的军,正,财权最高长官,安禄山手下拥有十八万多精兵强将,随着实力的扩张,他的野心也随之膨胀。 对此,尽管朝中已有多人察觉安禄山的谋逆之心,但唐玄宗对此并不以为然。 在处理安禄山的问题上,唐玄宗的失察与大义,也与他个人思想和执政理念的变化深切关联。 从公元712到756年,将大唐帝国推向鼎盛,创造开源盛世的唐玄宗对于治国理政的疲惫感越来越重,随之而来的是享乐主义的萌生。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不外四种,一是老子的政治哲学,无为而至,统治者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听任自然, 二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所提出的统治者采取高压政策,严行俊法,三是儒家所谓人正理想,统治者发证诗人,君贤陈良,以得治国,四是理法并用,理导人,法语尽报。 唐玄宗的前半生,在皇帝事业上干得风生水起,他理法并用,勤勤恳恳,历经图治。 那时,他的理想很纯粹,追求实现像唐瑶、于顺那样的盛世。 他确实做到了,开源年间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太平盛世。 对此当初的盛况,诗人杜甫在一夕中回忆到一夕开源全圣日,小一游藏万家事。 道米流之素米白,公司苍林聚风时,九州道路无柴虎,远行不牢极日处。 太平盛世之下,大唐帝国的人口也在飞快上涨。 唐代初期,受隋末战乱影响,天下户数只有二百多万。 而经过唐代一百多年的治理,到安史之乱爆发前,由唐朝中央控制的那税户达到了九百零六万户, 共五千二百八十八万人,是唐朝建国初期的四点五倍,户口之胜。 基于此,自我感觉良好的唐玄宗开始飘了。 就像某些尖子生寒窗苦读十年,考上名牌大学后,那种成就感和安逸感突然上升, 于是不好好学习了,开始放纵自我,迷失方向,自满自足, 娇奢淫逸成为贴在他身上的新标签。 尤其,年岁渐长后,处于对肉身长身不老的追求, 追求长生开始占据唐玄宗的灵魂, 而杨贵妃则控制了他的肉体, 这二者都让他们越来越崇尚,清静无为, 执政理想也切换为老子模式。 唐玄宗认为自己可以享清福了, 想要将朝廷事务,悉数交由李林府去办, 于是也有了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亡不早朝, 以其红尘妃子孝, 无人之事立之来的享乐纵与生活。 对于唐玄宗的堕落, 开元时期的名相张九龄可是亲身经历者。 唐玄宗与张九龄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 当时事业发展正如日中天的张九龄, 遭遇母亲病故,须丁幽还乡。 但张九龄还没到丁幽期满, 唐玄宗就迫不及待地找他任职, 可见对他的器重。 张九龄为人正直, 对于理想全力以赴, 对于目标坚定执着, 但不太能体会私人关系的微妙复杂。 起初, 唐玄宗虽然觉得这个人说话太直接, 带上能接纳他的建议, 但慢慢地, 他开始不待见张九龄了, 因为他只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听自己喜欢听的话。 开元24年, 736年, 安禄山在幽州节度市张首归手下担任平卢将军, 讨伐弃丹时吃了败仗, 唐军损失不小, 安禄山负有重大责任。 按军律当杀头, 张九龄坚持依法处斩, 承官其貌有反向, 不杀必有后患。 然而, 唐玄宗却不忍心杀他, 最终还是想办法赦免了安禄山的死罪。 敏锐的张九龄看到唐玄宗对胡人边将过分纵容, 不由忧心忡忡。 眼见大唐帝国驻守边疆的边将权力不断扩大, 张九龄一直试图抑制边攻, 包括后期唐玄宗想要提拔边将 作宰相, 他均投了反对票, 而对于朝中事务, 他也经常不顾唐玄宗的喜好, 耿直渐言。 久而久之, 这当然让唐玄宗倍感不爽, 并慢慢疏远了他。 在唐玄宗心中, 他的天平开始倾向事事迎合他的李林甫。 李林甫通过结交宦官和妃嫔, 深入调查, 研究唐玄宗的一举一动, 每次说话都能说到唐玄宗心坎里。 他的权柄随着唐玄宗的对他的信任而一路飙升。 最终, 柔宁多角树的李林甫靠逢迎八戒攀上高位, 而张九龄却在李林甫持续性的恶意中上下, 被罢关了。 李林甫担任宰相的十九年, 可以总结为一部电视剧, 叫做《那些年他做过的坏事》, 围绕着自己人生篇章的忠心思想, 如何巩固他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以及他的宰相权位, 李林甫步步为营。 他让剑官禁言, 大家都看到一仗队的马了吧, 平常享受三品马的饲料, 但要是敢乱叫一声, 立马被开除。 这是他上任宰相后召集剑官们开会的公开威胁。 他对才能高于自己的人, 精心提防, 重点打击, 尤其善于表面友好, 暗中陷害, 口密附件这个成语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于是乎, 在唐玄宗的纵容和李林甫的打击下, 大唐帝国内部富有才学和政治远见的官员过早退场, 善于玩弄权术, 吹捧老板的奸臣当道, 和堕落的皇帝深度绑定, 政治清明的风气逐步遭到破坏。 外国雇佣兵 影响远不止于此, 西方学者认为李林甫并非一无是处, 他精明, 干练, 在他任期内朝政治理也算井井有条, 但他是个投机客, 妥妥的利己主义者, 这样的人越是能干, 对历史越是起到反作用。 李林甫的穆兵制和他对胡兵的拥趟, 将唐朝逐步拉入深渊。 唐朝以前, 中国兵制是府兵制, 有点像屯田2.0版本, 是一种兵农和医制。 官府通过军田制, 把战后无主土地, 赏赐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 一方面恢复生产, 另一方面蒸发部分农民农贤式训练, 必要是卫国参战。 参加府兵的即便不是个富二代, 至少也是小康之家出身, 也为先富后穷, 先强后弱, 先多地后少地的招兵标准, 能保障穷人不断了香火, 还能抑制兼兵。 府兵们经常可以在朋友圈反尔赛一下, 比如去中央位宿时, 在皇宫和皇帝一起骑射, 因战功被赏赐了, 那时候成为一名军人, 意味着被点赞加关注。 后来, 军田制逐渐陷于瘫痪, 连田都没有了, 原来的蒸发原则成了纸上空谈, 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且政府开边, 当兵没法复原, 总是一去不返。 当兵成为了一个大家都不愿意跳的坑, 大量府兵逃亡。 唐代到了武则天时期, 府兵开始出现明显缺恶, 朝廷不得不允许各地自行组练, 团结兵, 到了唐玄宗时期, 情况进一步恶化, 随着府兵的锐减, 军事防务缺口也越来越大。 此时, 李林府的新政, 募兵制出场, 在他眼里, 能花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政府开始花钱招兵, 749年, 也就是安史之乱发生前六年, 唐朝中央停发了用于蒸发府兵的关键道具, 于书, 从此, 成为一名军人不再有保家卫国的荣誉感, 而只是为了饭碗。 从此, 国家失去了与其高度绑定的府兵, 一旦发生不测, 只能允许地方募兵, 募集军队的权力开始从天子手中流失。 募兵制却是迅速缓解了唐朝政府防务的燃眉至极, 但募兵制与藩阵的杂汇在李林甫的推动下, 开始演变为雇佣兵及雇佣将领引进机制。 当时, 作为宰相的李林甫十分忐忑, 他眼见各个地方的节度是凭借军功, 实力不断壮大, 而喜欢出将入相的唐玄宗又倾向于招来边将入朝为官, 这让李林甫颇感威胁, 经过一番名思胡想, 李林甫献出毒计, 那就是从边将的人员结构入手, 通过提拔胡人将领来破除威胁。 为何? 因为他们是文盲啊? 胡人勇敢果断, 习于战斗, 陛下如果能施以恩德, 使他们称心如意, 这些人都能为朝廷效命将长。 他上奏唐玄宗的理由显得冠冕堂皇, 于是, 被李林甫深度麻醉的唐玄宗完全忘记了民族界限。 此后, 从唐玄宗开元末年至天保年间, 大唐帝国边境各大军区开始大规模提拔胡人将领, 安禄山, 安斯顺, 葛书汉, 高先知等人都成为了驻守边镇的节度士。 于是, 唐朝的府兵一变而成为藩镇, 军阀割据, 胡族林志。 地方的节度士, 在与中央的互动中, 不再是一种传统的上下极肩隶属的姿态。 安禄山的势力, 是唐氏用中国财富换养成的胡兵团。 当上节度士后, 安禄山愈发戏精上身, 他对唐玄宗的谄媚可谓无以复加, 沉生繁荣, 宠荣过甚, 无异才可用, 愿意身为陛下死。 沉若不行正道, 势主不忠, 实陈心。 而唐玄宗对安禄山的信任, 简直到了变态的程度。 在唐玄宗心目中, 安禄山是一位志勇双权, 百战百胜的将军, 是帝国东北的晴天捍卫。 安禄山叛乱, 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 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战有欲, 极度心, 不平衡等诸多心理的推动下, 早已黑化, 并将叛乱逐渐提上日程。 这种叛乱的迹象, 甚至连诗人李白都意识到了杀机。 李白于天堡十一年, 公元七百五十二年, 十月到幽州, 看到的景象是戈亭若罗星。 君王弃北海, 扫地戒长经。 诗人李白察觉到, 朝廷派这样一位拥有强兵的外国将领领导东北防务, 无异于引狼入室。 唐玄宗即将自食其国。 破国梦魇 说什么都晚了, 唐玄宗天堡十四年十一月, 公元七百五十五年十二月, 安禄山从泛阳起兵, 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南下, 势如破竹。 沉浸在天下太平幻想中的唐玄宗, 不得不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事态发展很快超出了唐玄宗的想象, 当年十二月十二日, 东都洛阳实现。 安禄山的叛军迅速挺进, 到了次年, 公元七百五十六年, 六月九日, 作为关中地区门户的同官尸首, 长安危在旦夕。 眼界形势危急, 当年六月十三日黎明, 唐玄宗与杨贵妃姊妹, 以及皇太子李亨, 和大臣杨国忠等人仓皇逃出长安。 六月十四日, 行着马为一事, 士兵们早已疲惫不堪, 群情激愤的他们, 在骚乱中一举杀掉了霍乱朝政的宰相杨国忠。 眼见军队骚乱, 唐玄宗还试图安慰将士, 但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堂哥, 杨贵妃不死, 兵变的参与者岂肯善罢甘休, 否则他们自己日后必遭报复。 于是, 华变的军队强烈要求诛杀杨贵妃, 身为落难天子, 唐玄宗早已无力掌控局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杨贵妃被刺死。 而作为马为一兵变的幕后主使和最大赢家, 已经在唐玄宗阴影下, 做了多年太子的李亨, 随后以领导平叛的名义北上, 而胆怯的唐玄宗则西奔入术。 乱世之中, 胆怯逃亡的唐玄宗很快就被时代所抛弃。 当时, 太子李亨迅速北上朔方军大本营领武, 在众人的拥戴下, 李亨在魏征的父亲唐玄宗同意的情况下, 自行登基即位, 并谣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随后, 李亨迅速派遣兵马南下东征安禄山叛军, 而被蒙在鼓里的唐玄宗, 在得知消息后只能承认继承事实, 他的姚舜梦破灭了。 一年后, 唐宗宗治的二年公元757年9月28日, 唐朝官军收复长安。 当年10月18日, 东都洛阳也顺利光复。 尽管安史叛军仍未完全平定, 但唐宗宗李亨还是举行了盛大的环都仪式, 在臣子的导演下, 唐宗宗安排了一出传承大戏, 想征性地补办了皇位传承仪式, 唐玄宗对此也颇为配合。 也为唐玄宗明白, 他已然大权旁落, 成为一个被儿子处处提防的太上皇呢。 唐宗宗返回长安仅仅三年, 到了上元元年, 公元760年, 他就被儿子唐宗宗李亨李送到了太极宫监室居住, 李亨对父亲名为李送, 实则软禁, 而替他出面干这个脏活的, 是唐宗李府国。 在安史之乱以前, 宦官只是大唐帝国内部一个不起眼的人群, 但唐玄宗重用边将和信任宁臣, 导致重大动乱, 这也给唐宗宗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 此后, 唐宗宗或许产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样的症状, 作为提防, 他开始重用宦官来制衡军将和大臣。 此前, 唐宗宗在05即位时, 团队成员寥寥无几, 只有河西节度士、 朔方节度士等几人辅佐, 但对军将发自内心的猜忌, 使得唐宗宗忧虑不已。 相比之下, 当时帮他出谋划策发动马维义之变, 协助他兵变夺权的宦官李府国, 则成了他高度信任的少数亲密派。 于是, 在唐宗宗李亨和此后多位唐代皇帝 有疑或无奈的纵容, 配合下大唐帝国的宦官们, 例如李府国、 于朝恩、 成元镇等人开始你方畅霸我登场, 拼命刷存在感。 他们有一个重要职位, 兼军使皇帝派他们去监督和牵制 地方将领的行动。 宦官们虽然不懂军事, 但深谙讨好卖乖, 获取信任之道, 燃指军权的宦官会为了反对而反对。 战争胜利了, 他想兼军之功, 战争失败了, 他可以甩锅给主将。 他们让皇帝们觉得 用宦官来撤走地方将领, 简直豪使过头了。 实际上, 他们的戏太多, 直接导致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恶化。 例如帅军收傅长安洛阳的郭子仪被把军权, 就是栽在宦官于朝恩之手。 唐素宗前元二年, 公元759年3月, 安氏叛军与唐军在巷州展开激战。 当时, 唐素宗因为防范武将而不愿意设立元帅, 指派宦官于朝恩监军, 结果于朝恩瞎乱指挥, 导致唐军大败, 于朝恩事后则将责任推卫到郭子仪身上, 致使郭子仪被把兵权。 而在安氏之乱中立下显赫战功, 绰号来脚铁的名将来天, 也是被宦官成元阵诬陷通敌, 最终被刺死。 另外, 在平定安氏之乱中战功推卫中兴第一的名将李光碧, 则也为得罪宦官成元阵, 于朝恩而不敢入朝, 最终抑郁而终。 在皇权的纵容下, 安氏之乱后的宦官群体开始崛起, 日后, 他们将与在安氏之乱中崛起的藩阵一起, 成为终结大唐帝国的两大杀手。 在中国古代史中, 汉代与明代虽然也曾出现宦官专权现象, 但汉代宦官始终仍受到士族和外戚的制衡, 明代宦官则始终听命于皇权, 只有唐代的宦官真正掌控了皇权, 在唐代后期宦官甚至可以任意费力皇帝, 例如唐宪宗等人甚至被宦官所谋杀, 对此清代学者赵义总结说, 东汉及前名宦官之获列矣, 然饶切主权以肆虐天下, 致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 立军是军废军, 有铜儿戏, 始古来未有之便也。 大唐终结者 终结安史之乱后, 唐帝国宦官之乱的是军阀诸文, 前面曾经提到, 随着中唐时期辅兵制的破坏, 穆兵制开始兴起, 而穆兵制带来的结果, 就是早在安史之乱以前, 用兵自重的将领就开始形成了藩镇的基础, 另外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 唐朝中央为了安抚内乱, 对安史叛军采取了分化, 收买, 瓦解等手段, 这就导致部分安史叛军作为藩镇遗留了下来, 此后, 尽管唐宪宗和唐武宗等有为之军多次发动针对藩镇的战争, 甚至一度取得焦人战果, 有力震慑了各个藩镇, 但都好久不长, 藩镇仍然长期肆虐存在于大唐帝国内部, 尽管如此, 唐朝中央与藩镇仍然维持着表面的军臣关系, 让大唐帝国得以苟延残喘, 但安史之乱以后, 长期的战乱, 动荡, 导致北方人口大量死亡, 逃难, 离散, 到了唐武宗会昌年间, 公元841至846年, 唐朝中央所能控制的那税户, 从安史之乱前的巅峰时期的906万户, 锐减到了400多万户, 随着唐朝中央所能控制的土地和人口不断锐减, 唐朝中央兵员, 税源锐减, 财政危机也在不断加剧, 这就导致了官吏对百姓的盘剥日复一日, 变本加厉, 在这种深刻的矛盾下, 晚唐时期最终爆发了王先知之乱和皇朝之乱, 而在平定皇朝之乱的战争中, 反正势力更加恶性膨胀起来, 最终曾经作为皇朝部将, 后来投降唐朝逐渐作大的军阀朱温, 在唐朝末年的军阀混战中挟持了唐昭宗, 并于天赋三年, 公元903年, 团灭了帝无可犯等700多位宦官, 至此, 从安史之乱以后, 长期控制皇权的宦官势力被歼灭, 但与此同时, 被军阀掌控命运的唐昭宗及唐朝中央, 也走到了末日之境, 不久, 朱温杀害唐昭宗, 立唐埃帝, 到了天佑四年, 公元907年, 四月, 朱温杆淬废了唐埃帝, 并改元开平, 建立后梁, 唐朝至此灭亡, 回顾大唐帝国, 从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共289年的时间线, 我们可以发现, 安史之乱, 公元755至763年, 处于一个中位值, 往前追溯是130余年, 往后也经历了130余年, 这短短八年动荡, 不仅仅促成了唐朝的盛衰转折和变化, 更在此后数百年间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安史之乱后, 唐朝生存空间逐步缩小, 西北与东北地区则逐步被一族侵占, 此后, 来自西部的吐蕃, 大石, 以及来自东北的契丹, 女真相继崛起, 使得大唐帝国以及后续的五代十国, 北宋等朝代的战略空间不断被挤破压缩, 延续到后世的结果, 甚至造成了此后宋辽长期对峙, 以及女真人南下攻灭北宋, 并为后来蒙古人南清攻灭南宋奠定了战略格局, 从这个意义来说, 安史之乱所导致的战略演变, 也深刻影响了此后千年的中国历史走向, 回想当初, 安史之乱前, 豪情万丈的李白, 曾经写下安德以天剑, 跨海斩长经的豪情壮语, 而在安史之乱后, 他却只能在临终前悲叹大鹏飞袭震八亿, 中天摧细利不济, 师圣杜甫, 则在安史之乱前立志会当灵绝顶, 一览中山小, 在安史之乱后, 却只能戎马关山北, 平轩替四流, 那个此前昂扬, 开放与激情的大唐, 最终在八年的动荡中中重伤了真气, 并由此造成中华文明的重大转折, 这何止是大唐王朝的盛衰巨变, 这分明也是中华帝国此后千年间的剧烈转身, 而安史之乱正是那个历史经变的爆炸瞬间, 感谢观看,